先将一根铁丝穿入小机头 顺时针旋转 旋转这个大轮 让这个图轮下去 然后穿入绕丝绸 用力转 用力转这个铁丝 转到一定的长度 这边能掺到这个上边 能掺到这个收线盘上边 再转另外一根铁丝 通过压实轮 穿过小机头 用力转 也是转到一定的长度 两个铁丝比对齐 然后通过第一个收线盘 然后通过第一个收紧轮 下方拽到这个收线盘上边这个收线盘 再通过第二个收紧轮 绕到这个收线盘上方 然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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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把这个收线盘上边 先把上边这个成型的这个网去掉 直接用手 用手 一拽就出来了 再将它 折上 紧上这个螺母 锁紧接着 将铁丝 穿到收线盘 这个孔的 然后 启动机器 启动机器的同时 弄成打成手动 手动启动机器 先将铁丝拧成麻花状 拧成麻花状 拧成麻花状 拧到这个地方 然后 将卫丝 穿入 穿入槽刀 将铁丝 穿入卫丝槽内 通过这个槽 三点 好 然后压剪 压剪 压剪 压剪它 将蝴蝶母也被剪 另外一侧 一样 另外一侧一样 然后压剪 压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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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直接启动机器就行 自动 开机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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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